余震的持续时间实际上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大家知道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主阵阵积的大小 主阵越大,余震的活动时间会越长 但是即使主阵相同,余震的活动持续时间也会有非常大的差距 最明显的例子,在我们国家大家都应该记忆犹新 在2001年的时候,宽林山有个8.1级地震 它的活动时间大概就是半年左右 而唐山大家知道了,到现在40多年还在活动 什么原因呢? 从现在初步的研究结果来看 实际上余震的活动持续时间和构造加载的数率成一个反的关系 就是说,你构造加载数率越快的地方,它的余震衰减越快 那么像我们大陆东部和西部比起来,唐山地区 它实际上是大陆构造加载数率是非常慢的 所以它的余震持续时间会非常长 那么一次相对照的,比方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 在海沟地震带上,它的加载数率非常快 因为打开边界,它的余震的活动持续时间就会非常快 衰减很快,持续时间就比较短 这就是一个目前从科学界的认识来说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和构造加载数率有关系 构造加载数率越慢,它的余震持续时间越长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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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